今年八月中Telegram才庆祝自己十岁生日 这个由俄罗斯企业家杜洛夫兄弟创立的社群平台 以强化的保密功能 以及除了下架非法色情讯息之外 完全没有言论审查机制 获得全球许多使用者的青睐 包括香港反送中抗争期间 许多参与者在Telegram建立聊天室 传递相关讯息 另外目前处于战争状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有上千万的个人和机构使用Telegram 并成立频道放送对自己有利的观点 Telegram串起的相当快 2021年1月也就是登场才7年多 每个月经常使用的人数就突破5亿 一年半之后突破7亿 2023年8月则占上8亿大关 但即使如此大受欢迎 Telegram至今坚持不在页面上刊登广告 同时主要功能先于文字和影音通讯 因此并没有为杜洛夫兄弟带来显著的财富 不过Telegram准备走出与以往不同的路线 用网路人气来赚钱 而学习的对象就是中国的微信 微信除了通讯之外 还可以扮演开放式的架构 让商家开发的小城市建立与客户的沟通界面 例如订外带餐点 叫计程车 预约旅馆等等 让社群平台成为包罗万象的软体生态体系 但一提到微信 许多中国境外和港澳的使用者就担心 Telegram会成为中国政府监控使用者言论 以及窃取各资的管道 尽管这方面的个案还没有发生 但是已经有冒牌的Telegram 让数百万人受害 名为《亥克新闻》的这个网站 引述防毒软体公司卡巴斯基的研究指出 近来出现在Google Play商店的冒牌货 包括繁体与简体中文版的Telegram 会在安卓系统当中植入间谍程式 窃取使用者的身份 通讯录手机号码 通讯记录等各资 甚至还出现维吾尔文的版本 显然是为了监控两岸三地的华语族群 以及中国境内境外的维吾尔人 目前这些被称为 邪恶Telegram的软体已经被下架 但曾经下载的使用者受害情形 如何还有待评估 国事新闻学长编译